是台北县前副县长李鸿源 那么因为飞吻的事件被放大来检视 现在发现说原来他离职之后还用公务车 车子就停在台湾大学的校园 那么今天台北县长周席伟被问到这个问题 他说他是4月1号才离职 因为这个大可能点误会 是不是副县长他已经离开了居然还在用公务车呢 李鸿源副县长已经请辞 他的离职时间是4月1号 所以他昨天参加国土规划会议也是因为公务吗 他在离职之前我想一切依照他的公务 他是可以使用公务车 所以他就是4月1号以后就不会使用 没有特别的问题 当然他4月1号离职之后 他就不可以再继续使用公务车 那他平时在公务 所谓的这个残障车位上这个部分 你去问他 我不知道 你去问他好不好 好 对